《甄嬛后传》至《静妃娘娘》片草水涨船高 上周电影《真爱无悔》在北京开机 主演之一《静妃娘娘》的杨子燕大叫光临 让身旁的小粉丝McQ也是坐立难安的 我是真的非常喜欢看这个《甄嬛传》 然后其实又比我全部看 然后我直接看到 哇塞 本人 我真的非常想要跟他拍照 然后就觉得跟这些小粉丝 随着《甄嬛传》在海峡两岸的热播 甚至前段时间还到宝岛台湾进行宣传 俘获了大批明星粉丝 小S 范伟奇 Drink Girl 各个都变成了脑残粉 长口闭口自称小主答应 如此受观众欢迎 作为《甄嬛传》主演之一的《静妃娘娘》 是否最近片酬也是水涨船高呢 你是问他还是问我 我问你 你要是这什么的话 都可以划四几个四折像 你捞一个月的名称 其实片酬长不长 这个不重要 关键是我能再开出一个角色 大家喜欢 然后大家不会再叫我 《甄嬛传》 那就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